哈喽朋友们 今天外面天气巨好 所以我心情真的超级无敌好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 尤其是回了一趟国以后 发掘的一些让我的极简生活 品质提升了很多的好东西 第一个就是一个官下的香薰 这个并不是PPL 他们并没有找我打广告 但我真的好喜欢 是我一月底回国的时候 一路背回来的 是这一个官下的美水煎茶 这个的话它的设计就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它的底座呢是一个白色的 这种磨砂陶瓷的这么一个底座 然后瓶身的话也是这种磨砂的玻璃 上面就贴了这么一个贴纸吧 写着San茶写着茶 Diffuser我只差了两根 他们好像是给了六根吧 我因为想要节省一点用 就只差了两根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木制调或者是茶香 就是这种偏中性的这种香味 美水煎茶这个味道呢 它是来源于杭州梅家屋的绿茶 又用了梅子酒调制出了清梅的香气 他们花了两年的时间研制出美水煎茶这个味道 虽然我的生活里面没有太多的东西 我自己平时也是不喷香水的 我也没有香水 但是每一次一打开房间 一闻到这个味道的时候 我都真的是想要深呼吸一口 然后很放松的那一种感觉 接下来两样东西是Souasai他们家寄给我的 我真的超级喜欢他们家的concept 一个是真紫巧克力的granola 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奇亚紫颗粒扁桃仁腰果酱 他们家主打的就是好吃纯天然健康 完全对我的胃口 首先他们的包装走的就是那种精简实用的路线 就光光是摆在那里都会特别的好看 再来就是他们家的产品是不加糖的 关注我比较久的朋友们应该知道 我是一直有在借糖的 我们家不买白砂糖的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了 虽然有的时候还是会想要喝奶茶 吃蛋糕什么的 但我真的是尽量有在借糖 所以日常生活中有Souasai这种 在关注无糖健康饮食的品牌 真的是天助我也 那这个granola的话呢 最简单的吃法就是我会直接给它加在酸奶上面 当临时吃或者当早饭吃都可以 非常的简单 而且它直接空口吃都很好吃 打开它就能够闻到非常浓郁的巧克力味 然后这一瓶坚果酱呢 对我来说就是沙拉酱的健康替代版本 我这几个月每天中午都会吃沙拉嘛 但吃沙拉的时候我会放美奶滋和芥末酱 把这个扁桃仁腰果酱和黑醋汁以及橄榄油混合起来之后呢 就是一个非常好吃的又健康的沙拉酱了 然后他们家研磨的时候是有刻意保留大颗粒的坚果的 嚼起来又香又脆 配上芥末子呢口感也是嘎吱嘎吱的特别的有嚼劲 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能够看到我让我认识到这么好的产品 养植物这个事情是我以前几乎没有尝试过的 然后也是搬到了这里之后呢 觉得好像家里有一点空空的 所以想要找一些装饰的东西 植物真的是最好最好的一个装饰品 我的绿螺就是我在超市花十块钱买了一小盆土培的 然后我后来就是在网上看到说可以水培 我就照着那个方法把它们捡了下来 插在了水里面 现在就长成了这么一大片 我超级开心呢 然后我还有另外一株高一点的植物啊 我现在也放在卫生间里面 那个植物也是我随便在超市里面买的 想要给家里添一点绿色 我是真的觉得养植物也会有一种成就感 关照植物是一件非常治愈的事情 就我经常会蹲下来看一下 今天这里有没有长叶子 明天那里有没有多长一点根什么的 我就觉得哎呀好可爱 看着它们一点一点成长的感觉 装这个绿螺的玻璃瓶的全部都是recycle的 就是有的时候我很多用的都是老干妈的瓶子 只要透明的玻璃瓶子口子稍微大一点点的 都很适合去养水培的绿螺 内衣裤的小的烘干机 这个东西真的拯救了我的冬天 真的救了命了 我从国内all the way一路背回来的 我还是需要插转换插头才能使用它的 我是有就是手洗内裤的习惯的嘛 通常的话就是洗完了之后挂着 然后第二天它就干了嘛 瑞士这个冬天就几乎都是阴天 没有见过几天晴天的 内裤它就是不但干不了 而且它还有味道 我买的这只烘干机呢 我并不是特别推荐大家 大家可以在网上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款式 这真的有一个不太好用的点 就是它里面是滚筒的 所以内裤在烘干的时候会卷在一起 就会有外面干了里面没有干的情况 我通常呢都是烘半个小时 然后拿出来手动展开再丢回去烘半个小时 内裤就差不多干了 其实一般的烘干机好像都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只能默默的接受了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款式 但是呢有干爽的内衣裤还是很幸福的 解决了我冬天最大的困扰 家住在潮湿地方的朋友们 我真的强烈推荐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的小小的装饰品们 这个背景在我之前的视频里面 也出现过好多次了 也都是我今年这一年来了欧洲之后 去旅行的时候慢慢累积起来的一些小卡片 小明信片吧 因为它的调皮我就把它抱过来一下 就是我拍视频的时候 我就不想要我视频的背景好像怎么一直都是白色的 然后我又希望我可以有一些自己的特色嘛 所以我就还是在旅行的时候收集了一些明信片 然后把它以我自己喜欢的方式贴在了墙面上 就做我视频的一个主背景吧 花花的是我之前去巴黎的时候 彭比杜美术馆他们的一个booklet 就是那种美术馆会发那种小册子 反面的一个花 然后还有一个装饰带大家转过来 这一副海报的话呢 它是我朋友送给我的 这个海报上面的颜色选择是有非常鲜明的个性的 以及这个瑞士设计师的一些奇思妙想吧 把这一些颜色变成了不同的形状 不同的色块全部都一起放在这张海报上面 如果你没有很坚定的想要长期住在一个地方 但是你又希望家里有一些色彩 然后你又不想花太多钱的话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在制作这一整面墙的时候 其中也是有很多的乐趣的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差不多就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看得还开心 也希望这个视频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小小的帮助吧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